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耶斯哥,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关于美国海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上次呢我提到了这个所有的什么小粉红,自干五啊 入海关的时候要小心,这个之前不是有几位留学生 可能因为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些什么反美言论啊,导致被遣返 那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来美的朋友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还不是这个自干五或者小粉红,对吧 大家学会翻墙之后老子清醒多了 那么大家入海关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因为最近有不少朋友在问我一些这个入海关的样的一些问题 因为拿到签证是第一步,拿到签证之后 第二步呢就是怎么入海关,入关,简称就是入关 可能是大家也听说很多的这个,来美的这个朋友啊 因为是某种原因,被海关遣返啊,或者是关小黑屋啊 关小黑屋呢他不是被遣返啊,他就是可能怀疑你有什么不正当的目的 然后呢他会把你啊,请到一个小办公室里面 然后啊,仔细核实你是否有这个入关的资格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拿到签证的很多的朋友呢就想着 哎呀,这个入关的时候是不是会被海关刁难啊 那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入关,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啊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啊 而不是谈这个小粉红或者自干五的那些问题啊 那个反美言论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对吧 嗯,那么普通的大家过海关的时候,常规的一些问题就是 嗯,你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签证,那么你就如实的就是你在入关的时候 如实的去反应就行了,啊,最普通的,对吧 就就是常规的就是大家都是旅游签证,对吧 旅游签证,那么如果是旅游签证的话,那很简单嘛,对吧 那你就,你拿个行李啊,什么之类的,各方面都,就与旅游相关嘛,对吧 呃,常见的,比如说你们一家人,啊,一家三口,啊 一家三口或者四口一起出来旅游,啊,我觉得带一两个箱子就可以了 啊,然后其他的都是小包,就是旅游的方法,对吧 旅游的方式,对不对 嗯,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纸质的重要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有有很多朋友,啊,准备来这边用的什么,啊,出生公正啦 或者是这个,啊,育苗本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带有敏感性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啊,因为现在这个海关查的比较严 所以呢,我个人建议最好是,啊,不要直接带过来 啊,你其实可以带一个电子版的也可以 就是你把,你把它拍成,啊,图片的形式,发在你的邮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正常情况下,也也不会,手机是不会去查你的什么邮箱,对吧 啊,是涉及个人隐私,或者什么的,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啊,最好不要带这个纸质的 就是,正常情况下,他也不会去查你 但是呢,他万一如果查到,啊,你的这样的一些纸质的材料 呃,他可能会怀疑说,哎,你旅游的,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对吧 呃,对不对,这个,这个,这个就不好说了,对吧 像这些东西,啊,你来了,你入关之后 你可以让家里人亲属啊,什么的,呃,给你游过来也可以,对吧 其实也不贵,大概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啊,所以呢,个人的建议是,啊,在入关的时候 尽量的就只带,如果是旅游,就只带旅游相关的,啊 一两个箱子就可以了,最好不要带太多箱子,带太多箱子 那个,对吧,海关,他可能就,你出来旅游,搞这么多 你旅游这个,呃,十天半个月,啊,最多一个月,这样的一个形式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对吧,没有,这样也说不过去 呃,最近有一个,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从那个,洛杉矶入关的 然后飞到拉斯维加斯这边来,呃,也没带啥东西 他们一家,一家三口啊,就带了一个箱子,啊,一个箱子 然后都是一些非常常规的一些东西,呃,入关非常的顺利啊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之谈,就是,你是旅游的,过来的,啊,那,最好不要太太多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这边非常的便宜,啊,如果是一些重要的文件,以邮寄的方式就可以了 呃,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那个,不少朋友也关心这个富美生子,对吧 呃,很多,很多朋友这个在入海关的时候也,也是想,哎,我这个挺这个肚子 或者,或者我老婆挺这个肚子,大肚子,呃,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我过来生孩子,行不行啊 啊,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有不少朋友他反映他说,呃,当初他们的这个,呃,家人,啊,出来生孩子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直接就是跟这个海关说,啊,我们就是来生孩子 但是你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你比如说你是,啊,富美生子的,那你得把你联系的医院,啊,包括有没有付定金,啊,还有这个医疗保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全部给出示出来,啊,还有你的这个资金证明,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你有财力去支撑你的这个富美生子,啊,诚实的告诉这个海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这个,因为他这个本身,啊,海关他是没有,没有权利去拒绝你到这边来生孩子,啊,这个,这个他是有这个,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 而且,其实你如果说,啊,全部就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话,他美国肯定也是欢迎的,你欢迎你过来消费嘛,对不对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挺着个大肚子,啊,我偷偷地把肚子给掩盖起来,然后我说我是旅游的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查到你还好,但是万一查到,对吧,那不就是给海关一个理由,哎,你挺着个大肚子说来旅游的,对吧 那明显就是要来在这边来生孩子的,就是不诚实,啊,他就可以拒绝你,对吧 他并不是说拒绝你过来生孩子,而是拒绝你的不诚实,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也有不少朋友在问,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呃,就说,呃,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对吧 在国内的这个暑假期间出来玩的比较多,对吧,就是孩子,尤其是进入学龄的这个孩子 呃,大家都知道从,一般是从,啊,六月底到,呃,八月底,这样的一个暑假期间 国内的暑假大概常规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呃,或者是寒假期间,对吧 寒假有一个月,啊,就是过年期间,嘛,对吧,啊,这种,这种,这种时间呢,带着孩子出来旅游,啊,正常情况下 大家也不会担心,对吧,就是说,啊,孩子放暑假了,或者是放寒假了,对吧 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少朋友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比如说是九月份,啊,或者是十月份,啊,说我要带孩子,呃,过来了,呃,就是担心海关问,哎,你这个孩子不是在上学的,这个 连你怎么,怎么跑出来旅游,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问,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跟大家的这个交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他们自己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的这个旅游就是,跟这个孩子放寒暑假没有关系,呃,他们随时都可以带孩子出去旅游,啊,如果说是旅游的话,简单的跟,啊, 学校沟通一下,请个假就可以了,他们自己也经常这样做,所以呢,不存在说,哦,他们,他们不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呃,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海关如果万一问起来,啊,你就简单的说,已经跟孩子请假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这个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啊, 啊,就是,就不说别的,就说最近的一个,入关的一个朋友,对吧,他孩子也是,啊,上学的年龄,对吧,那么,海关还不是,什么话都不说,啊,很顺利的就入境了,对吧,呃,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啊, 啊,然后万一,啊,万一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啊,他不可能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去拒绝你入境,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啊, 啊,入关的时候带的这个现金,一定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呃,以前说的是每个人不超过五千,啊,然后很多的朋友就说,哎,那我一家三口,啊,一家三口,比如说这个孩子已经是接近成年的,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带一万五啊,啊,三个人吧,一个人五千,啊,啊,我就跟大家说,这个, 这个,他实际上这个限制额度,实际上默认的是一万,啊,默认的是一万,啊,不是一个人,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人入关的话是五千,对吧,但是如果是你一个家庭,啊,比如说你这个家庭有三口人,或者甚至有四口人一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的限额是一万,啊,最好是带一万以内的这个现金,啊,不是说是按个人去申报,啊,很有可能就是让你按这个 一家人去算,啊,所以呢,大家就带个,比如说九千九百,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这样就可以了,对吧,嗯,最好不要超过一万,这样的话,嗯,避免这个在入关的时候,这个手术,手续,啊,自己办手续的时候,搞麻烦了,啊,结外生枝,对吧,尽量的越简单越好,越审视越好,这样的话呢,大家入关就会越顺利,嘛,对吧, 嗯,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家所关心的几个入海关的问题,啊,那么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入海关的时候,啊,真的要注意一下一些细节,然后呢,就是,啊,心平气和的,就是保持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慢慢的排队,啊,排到自己,啊,海关问什么,你就如实的去回答,啊,这就完了,只要你准备充分了, 一般正常情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那么最后呢,就祝每一位这个南美的朋友都入关顺利,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